这等于是他是两个凸去扣他,然后自己有个洞被扣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变成机器人,他可以回家相取了 很妙啊! 后面的插图 后面的照片一如即往 很精彩,拍的都很赞 包装盒还蛮厚实的 内容物的话 有一张硬式材质的人物卡 一张说明书 那这个说明书呢 实在是看的不是很懂 因为他有一些转折的部分呢 其实看的头很痛 这款玩具呢 以魔方的系列来说呢 你盲变都可以很自然的 很轻松的把它给变好 那另外就是说呢 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这里有多了一个手掌 这个手掌呢 是我在变形的时候呢 从身体内部掉出来的 然后我发现奇怪 他手已经有了 为什么还多一个手掌 我不知道有什么 是造型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同啊 对不对 是中奖吗 多一块零件给我 还是怎么样 OK 没有关系啊 反正他不影响我的把玩啊 那这一期的话呢 就愉快的跟大家分享 这个不明飞行物UFO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大小尺寸好了 这个 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半迷流状态啊 这个官方的这个指挥关机 那自己以前他们同系列的这个size wipe size wipe感觉比较高一些啊 比较高一些 那这款我在他们的这个微博上看到一张 差度我觉得很赞啊 是一个类似于是一个溜冰的一个一个形象 那这个脚板很大 站起来就很很随意就可以站得住 非常好玩 那关节的话非常的多 特别是这个腰部以下 腰部可以转啊 而且在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腰部呢 是根本就不用去记怎么变 反正你自然去推 他就会站到定位的 所以他腰部的一个零件分件非常的多 那松紧度的话呢 就还在及格范围 那你用力甩是一定会甩出去 因为他零件随时太多了 脚往前往后踢 侧踢 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开口 所以他侧踢是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侧踢的情况下 站立性能还挺好 你稍微去调整一下 重量之后呢 这个侧踢完全没有问题 下盘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啊 那种大脚板型的机器人 那这个蹲姿啊 跪姿的话呢 给各位做一个展示 这个 现在大家很喜欢做一个 以前大家喜欢做一个蹲姿的 现在喜欢做一个杂地 对不对 这杂地 勉强还可以吧 那这个身体的话 就一个圆柱形的一个样子 手臂的话呢 感觉呢 比较短啊 这个手的话呢 比较容易推到 就会不知不觉的去缩进去了 那后面呢 有一把这个枪 这个枪的话 直接是挂在手臂上的 那么头雕 是一个红色的一个部件 你按的比较容易掉下去啊 这是他这个把玩上的一个比较 一个不爽的地方 那你把它拉出来的时候呢 要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啊 第一他不是很好扣出来 因为我没有指甲啊 这个拉不太出来 好 以及你不用太用力拉 太用力拉 他把他头给拔掉啊 这个头是跟 里面那个部件呢 是没有锁死的 手臂三度零度的旋转 momente 手臂平局也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变形的时候 稍微拉出来一点点的 然后二头肌这里 本身也可以转动 拳头的话呢 是这里 给各位看一下 拳头本身也是可以转 有分件 你看这么小 还是有分件 这个地方也可以动 那他的一个背包呢 我觉得没有卡准啊 至少我的话呢 是这样子啊 我的 这样只能放在后面 尽管他是不会松脱 但他确实是没有卡住的 没有地方可以卡住 比较奇怪啊 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没发现吗 然后这个后面这两个枪 可以拿下来的这个地方 转一下 把它给取下来 那一样的 可以正常的握持在这个手上 但是这个手的话 应该是一个 往内 往内推进去的 不然我们先把它给 这样子 好 握起来 这个 就是一把小枪 但是我觉得握这个小枪呢 本身意义并不大啊 因为 本身这个手上已经有三门的一个炮了 你再多一个炮的话呢 我觉得意义 来讲不是很大 还是把它扣在后面 当成是一个造型 你要说它是往后防御用的一个机箱 或者是一个推进器啊 怎么样 都可以 那么 这个 ok 放在桌上 可不可爱 我觉得 挺可爱的 而且可动性的话呢 是远比 我们想象中要来的好 我们再多摆几个 动作 就是 奔跑啊 奔跑吧 对不对 灵活的胖子 然后呢 真的 讲到胖子啊 上一期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滑车也是 大家也是说灵活的胖子 那我们呢 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我先是挑战极限 挑战体能极限的一个 一个 这个 拳头啊 把它给收进去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 往前面 转过来 到这边 啊不对 转错了 转转转 然后呢 稍微把它推紧 那我的变形步骤呢 我会习惯的先把这个头给解决 在那之前的话呢 把两侧这个部件 把两侧稍微拉开一点点 我们把这个 神铁部分给拨开 拨开之后呢 先把这里面 这个部件 好我们先讲这个头好了 头是要往下面 锁下来的 那我刚提过说呢 我们头再往上面 拔的时候呢 不要太用力 因为你用力拔这个头 稍微拔掉的啊 它是 没有 没有完全扣死的 但是掉了也无所谓啊 再放上去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部件呢 往外面推 利用这个冲动管件 往外面推 推上来之后呢 要填补这个缺口 填补这个缺口 把它往上面推上来 好的 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这个部件呢 往两侧 先推出去好了啊 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 好 暂时呢 到这边 然后你记得这个地方 这地方不是有个倒沟吗 很厉害的倒沟 这个时候倒沟是要往前面转 这里 这一侧 又一个倒沟 请把它往前面转 你绝对是从前面进攻 不要想太多了啊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一个 两条腿的话呢 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再来 再来是我觉得这个玩具呢 在魔方 呃的 魔方的玩具呢 其实过去几款呢 不看说明书啊 都 有点 不是那么好变 甚至呢 你要摸索一下 但这一款的话真的是 芒变都可以变得出来 这个 腰部这里呢 看起来关节很多 其实不用管它 你只要把脚伸起来之后呢 往后面推过去 往后面推过去 你只要记得把这个地方 不是有两个缺口吗 对应这里有两个凸吗 就把它扣上就可以了 这里 顺势的 腿上去 好 那里头的这些 有的没有的部件呢 你不用管它 它自动会到定位 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 把这一块 打平就好了 因为这一块你不打平了 这一块你翻不下来 这里一个双动关节 你不打平你翻不下来 好 到这边呢 我们先把这个脚掌 这个地方 翻出来 两侧 往后面推过去 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卡扣 压上去 因为是尼龙材质 稍微有点偏软 没有关系 压一压就可以了 再来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利用这个地方 这一块 把它往下面转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 倒钩是转到前方来了 它会卡到 这个洞里头去 然后呢 这里 这里有个凸 这个凸要扣进 侧边这里有个洞 所以呢 等于是这个 原本这个飞碟的这个手的话呢 放下来之后呢 会扣住 这等于是 它是两个凸去扣它 然后自己有个洞 被扣 被扣进去 被扣进去 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 这里 等于是下来 有三个地方要扣 那么这一侧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 直接的 从这个地方 把它往下面搬下来 把这三处的结合卡扣呢 把它给放上去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再次把它压紧一点点 那么呢 我们这款宇宙飞碟的上班铺的话呢 也稍微做一点 严丝和缝的一个推挤 就完成了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这个 我一直 我发了几张 在我的这个 Facebook的动态上 一直有人说 这是什么 BBB 这个进餐厅的时候 这个没有服务员按这个零 或者是什么警报器 地球毁灭装置 是B 这个世界已经毁灭了 行吧 其实我好像喝醉酒一样的状态 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但是这个玩具就是 变形都是非常好玩 你忙变的话呢 你光看这个结构呢 你基本上都可以摸索的出来 那这个是UFO 对不对 不明飞行物体 它的大小尺寸 这是拿出之前的这个滑车 对比一下 嗯 那因为你是一个滑车 因为你是一个不明飞行物 所以滑车是吊不动你的啊 那这个 讲到不明飞行物 其实我不得不讲一下 UFO UFO 不明飞行物啊 这个才是真的是外星人的载具 就是这个 尽管现在大家很说外星载具是长这样 不好意思啊 其实外星载具应该是长这样 好吗 这个才是UFO 这个叫NBE-1 好吧 行啦 那造型来讲的话是没话说啊 这个非常还原这个 老G1的一个宇宙飞碟的形象 正面的话呢 也是有一些涂装 而且还蛮 还蛮 蛮精细的 有点古早玩具的感觉啊 有点本身自带消光 魔方的玩具都自带一点消光的效果 然后放这两个炮就可以稍微动一下 那这个地方基本放 这个三面炮基本上都不能动了 它已经有一个结合的卡扣 已经扣上去了啊 底盘 大小尺寸的话呢 拿在手上把玩是非常合适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了啊 嗯 基本上就是唯一还能提的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个手掌给我啊 其他的话呢 这一款的卖点 人形 高格动 变形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以魔方的玩具来说 这一款可以说是 盲变也能够正常的把它给变完 功差算呢还是挺精准的 基本上所有的卡扣呢 很舒服就扣到一个定位了 那载具的形态呢 也是异常之可爱 整体表现非常均匀 特别是在变形这一块 是魔方的玩具玩到目前以来呢 第一次不用看说明书直接啊 掰着掰着就把它自动变形到位的一款 非常谢谢各位这一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